口水多過浪花 等你埋位 好了 埋了位 今天繼續有林奕匡 歡迎來到Phil 今天來到就是講你的新歌 歌名很奇怪 對 奇怪 介紹一下 這首歌都有態度的 態度 說個名字給刀姐聽 叫什麼 停止繁殖 好啊 好啊 今天很難 賣給家計會 這首歌我記得第一次收到歌詞 我看見歌名就說 哇 沒想到是這樣的 可能大家都聽過我最近的作品 這兩年都給過很多正能量的作品 我也是一個很喜歡笑的人 而停止繁殖很明顯是比較晦氣的說話 就算我們去詮詮歌詞 整件事 其實阿謙的意思不是說 真的叫大家停止繁殖 不過是想大家去思考一下 想想這個問題 因為那首歌的說名就是 這個世代 這個社會現在 年輕人 又或者下一代 面對的困難 就是要生小朋友 多困難的時候 多責任 多恐懼 多擔心 而小朋友出生之後 面對多少壓力 就是我的同事那天也跟我說要請假 因為 她的嬰兒女十七個月 要去考一個學校 一千個人考的百多個位 那件事是 我雖然不是在香港出生長大 但我也感覺到有多難 有壓力 你呢? 你有沒有想過 你結婚會不會繁殖 我一定會有小朋友 一定會有小朋友 我是喜歡小朋友 我喜歡小朋友 就算是 她會在香港養 這個是其中一個擔心的事情 因為在香港出生 香港長大 我相信她會面對很多困難 如果在加拿大長大的 我相信會舒服很多 媽媽很困難 但是 她媽在那邊 不是媽媽要走 很困難 但我覺得 我不想跟小朋友的距離那麼遠 分開了 去到那個地步 我是不是要放棄香港的事業 去到這個地步 我又不敢想下去了 那當然沒有理由 想要退休才來生孩子 暫時停止犯跡 所以 應該是說 生小朋友有多少的責任 多少的擔心 你沒有時間給她 就不要生了 對 我覺得 我平時的人都比較 你可以說盡責 或者怎樣 這件事我都知道 我自己照顧自己 都不可以照顧到 所以我不會想得那麼遠 我要去 再成熟一點 再有多些基礎 再有多些基礎